肠胃炎怎么缓解疼痛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王平 陕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人医师 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所说的肠胃炎的话 通常是指的一个急性肠胃炎 那么急性肠胃炎的话 通常又是因为吃了一些不洁的饮食 那么或者是被细菌污染的水 这些情况下发生的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 它首先是一种感染性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一般先建议用一些抗感染的药物 那么比如说成年人可以吃诺佛沙星 这一类的抗感染药物 那么儿童的话可以用头包类的消炎药 那么其次的话可以用一些奥米拉座 潘土拉座这些缓解疼痛 那么这个一中一栓的药物 那么再次的话 有腹泻严重的人可以用一些蒙托石散 那么这些保护黏膜缓解腹泻的 那么还可以用一些双齐杆菌一类 调整肠菌群的药物 如果疼痛持续不能缓解 那么我们还可以用一些颠茄 或者6542 我们常说6542 那么这一类解经的药物进行缓解治疗 那么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那么肯定是建议是清淡饮食 那么饮食的话不要太油腻 刺激辛辣 那么不要吃过烫的这些东西 那么进食的这些东西 那么会加重我们的胃肠道的一个负担 谢谢大家 我记得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